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七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08集 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 大家有没有去看最新真人版电影 第七集的预告片 又播出了大概30秒左右 那这次的剧情画面主要都分配给了新角色幻影 而先前跨越了六部电影的重要配角 大黄蜂只有一个画面而已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一款是第二集 Revision of the Fallen时代The Last Class的Bumblebee 那你们觉得很怀念 09年时期官方的第一集的玩具是这种吊卡的 它吊卡其实非常的大 如果放到现在的比例来看的话 那我这一款的话呢 先前我跟一位即将脱根的朋友 一口气收了的52个变形金刚里头当中的其中一款 那我留了其中的12款下来 这个其中一个 那背部的话呢可以看得出来 它应该先前有用双面胶把它粘在可能墙壁上之类的 那这款大黄蜂呢 当年我没有买 因为我觉得它实在太丑了 先前大黄蜂的玩具呢 一直并不是我收藏的主力 而且它的款式又非常的多 加上第二集时期最优秀的大黄蜂模具呢 是Hunt for the Decepticon的那个战断大黄蜂 那这款玩具的话呢 其实我最近快要忘记它的存在了 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呢 就把它给纳入我的搜场 利用今天的时间 也趁着真人电影第七集的预告刚上来啊 我们一起期待吧 第七集的时候大黄蜂的戏份能够少一点 我自己的话呢 是真人电影第二集入坑的 而在电影院收看的时候呢 我当下我完全搞不懂为什么 这个从车库里头冲出来的黄色跑车 它变成了机器人之后呢 要对那么多小小只的家电用品 变形过来的机器人 给予如此猛烈的炮火轰击 把整个男主角的家都差不多拆了一半 我也不知道这个家伙 大黄蜂什么的我都不懂 甚至我的军医动画呢 我是小时候小时候虽然看过 但根本没有认真看 我一直看完了真人电影之后 我才就补G1啊 所以我看变形的顺序跟大家不太一样 那我现在旁边拿出了两个帮补比 其实这三个基本上算是同模了 电影第一集的时候呢 大黄蜂推出了老爷车版本 跟这个新的超跑的版本 那新的超跑版本的话呢 又分成普通版本跟战损版本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这款是一个战损涂装的配色 身上有一些像是轰炸锅的一个烟熏状态 那呢 它也有推出面罩版本 面罩版本的话呢 又分成精涂版跟普通版本 那可以说是这个模具用了非常的多次 到了这一集的真人电影第二集 做了一个改变了头雕的部分 可以看到 这是第一集的头雕 然后我们看一下 第二集的这个头雕 明显是已经更加接近电影里头的形象 吸一拿一嘴的骷髅头 那已经完全的出现了 那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面罩版本 这个就不用多提 那么它在武器的部分也是不一样 在电影第一集的时候 它的武器呢 是可以拿下来的 那么第二集的版本 除了刚才提过的面罩之外 就是它的手炮 它的手炮呢 跟第一集提供的这个剑刃是不太一样 剑刃这个话呢 有一个连续变形的一个机构 可以变成一个手炮 但是它是要拆下来的 而这次的手炮呢 则是一体成型 它的触动机构 从这地方按下去啊 它这个子弹呢 是会弹射的 但是我这个 我手上这一款这个子弹呢 有点卡不太稳啊 就会一直是没有办法固定住 不晓得是我哪里没有操作好 那它的胸口的下腹这一代 结构也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但整体来说 跟前一集的造型 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我手上的这一款呢 这个零件 这一块臂甲呢 容易去碰掉 那我之前在二手的这个市场上 有看过很多的大黄蜂 都是缺这个肩甲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发生的通病 那它的可动的话呢 就给各位做个展示 头部 可以前后动 球关 然后手臂的话呢 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 三重零度的转动 自然没有问题了 手肘 90度 然后拳头是可以转动的 那个时候的deluxe等级是可以转动的 然后膝盖啊 腿啊 这个可动都有 除了没有这个接地的关节之外 基本上 deluxe等级应该有的 这个结构 它差不多都有了 翅膀的部分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手臂啊 我的方法是 这一块板子 我是经常把它往后面推 翅膀来推出去 两个手臂的话呢 这样子的话 跟肩膀的距离 我感觉是比较OK的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 到了SS之后的电影大红蜂了 这个应该是第三集还是第二集 还是哪一集的 反正它是一个新的 不是老爷车造型的大红蜂 那四肢比例啊 什么的 这个已经就是 反正就感觉好像是不同公司做出来的东西 这个大家也就 也就见怪不怪 这个体型真的缩小的太多 然后翅膀啊 这个什么什么结构 反正都不太一样了 算是新设计了 但是 各种的塑胶的用料 是让人觉得很恼火啊 那它的一个腰部 是在偏上面这里 那整体来说 它的身体还是偏松了 不晓得是 主要是球关使用过多 里头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球关 脚这里也都是球关 久了之后应该是比较容易偏松 但是球关要处理的话呢 并不困难 整个玩具可以说是非常的扎实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啊 其实 这个家伙的变形还是保存的非常多的一个联动啊 这个脚的话往上面夹上去的时候呢 这一块透明部件会自动到定位啊 我从这个地方推给各位看一下 就知道了 这里推过来 你看它这个透明部件就自己到一个定位了 然后这块部件推过来到这边 跟这个部分做一个结合 那腿的话呢 就两腿一夹 车尾巴就变完了 就基本上那时候的玩具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 那么呢 这个手部这里翻出来 翻到这边 然后呢 把它的这个整个胸甲往上提到这里的时候呢 把这个两个肩膀这两侧 再拉出来 拉到最旁边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将翅膀这两面部件给打正之后 整个的往这边提过来 提过来的时候呢 这里翅膀转到后方去啊 它在这个地方限制住了 推过来 这样子就整个到后面去了 头稍微摆正一下 然后往继续的往前面推过去 你就会发现呢 它的变性已经快要变完了 因为它自动会有一个行进的路线 移动过去 这个地方的话呢 把这两侧的车门 两侧的车门 车门先不处理好了 我们先处理这个 两只胳膊的话呢 以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手背到后面去 手背到后面去 然后呢 上方应该说手臂的这个门 软板手的部分 翻转180度 然后把这个推出来的这个手炮 给塞到中间这一带 那我们就这样子看 你就明白了啊 你看我就说 这个肩甲的话呢 是非常容易掉的 非常容易掉 再把它扣回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两个手就这样子 推到 它的一个身后去 那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侧 这两个部件 到这边 你看到这两侧 突出 我们现在把它往中间捏 捏过来 捏过来之后 哎 又掉了啊 这个这一款 这特别容易掉 好 推进来 我们先把这一块 再组合回去好了 我可以考虑把它给捏 捏死算了 捏死好像也没有问题 然后的话呢 这两侧 这里 它是一个上下咬合的一个 车顶盖 咬合之后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 严丝合缝的把它给 推进去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它的变形 其实 不太需要去记忆什么啊 然后最后就是这里有一个凸啊 在这里面有一个凸 扣侧边这个洞 到这边 然后就大概 瞄准一下 把它给扣进去 好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过来 可以喷三次 哇塞 三次 才不到十来分钟 喷三次 也是很厉害啊 不愧是很狂很暴力的防波比啊 这个 变形的话呢 就算是 基本上就是大空高成了 那它的这个子弹 这个子弹比较奇葩啊 就从这个地方 斜的一个角度扣下去啊 就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这个 里面这个弹框好像有点小问题 它没办法卡得很紧 好好扣上去了 OK 终于扣上去了 那么我们这一款 Bumblebee的一个跑车形态 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载具形态啊 首先滚动性啊 非常的好啊 那么底盘可以看到一发子弹啊 而且这个喷射的角度是有点有点有点搞笑的 头就在下面完全是吃土的一个状态啊 你要把头转180度啊 这样子也是可以啊 但是根据电影大黄蜂自己的一个独立电影的话 它的女主角对不对 是从下面跟大红红是可以面对面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转到这个方向好了 那它的这个部件容易去掉落啊 刚已经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喷了三次了啊 那这个上方的透明部件啊 可以说非常的好看 然后呢 这个是第一级的 DELUX 这是第二级的 那么车头的部分有稍微做点小小的修改 在这个地方 这里的一个造型 然后这是第二级的 这个也影响到机器人胸部的造型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可以说 连车条文的话吧 它是从这个地方 有多了一条黑色的线在外面 然后原本的这个战损配色版是没有的 那我是故意 这个的一个原色版我好像也有 那我是故意拿这个战损版 这样各位比较能够一目了然去分辨说 第一级跟第二级的差别 那基本上可以说是 90% 95% 都是一样的东西啊 那如果说你只想玩这个模具的话呢 包括刚才的面罩版本等等 这个模具其实还蛮多的 挑选其中一款就行了 而各位不知道还没有记得 我之前有做过一集最推荐10个 能够推坑给朋友的变形金刚玩具 它其实是其中一款 它的这个连 所谓的一个连续变身动作 就是一个联动装置呢 大概折个几下呢 整个变形呢 就可以完成了啊 可以说是真正有所谓的 机器人的形态 载具的形态 变形的过程呢 还有那么一点机械的感觉 完全可以让我们享受到说 手动右肩自动化变形的快乐 这个也是为什么 在电影前三部曲的时候 能够吸引到那么多 就是原本没有看G1的玩家 突然就冒出来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 凭空而来的 当时的海志宝 跟现在那真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经营策略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进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